4月23日早晨 沉浸了一段时间的谢娜再次登上热搜榜1 不过说起上热搜的原因终究有些不妥 事情源于4月22日白天 谢娜、张杰夫妇在高铁站赶路时被路人手机拍摄 助理突然发难 怒气冲冲上前挥手拍打路人手机 谢娜跟在后面也一直说公共场合不要 视频被传上网络后迅速引起大量网友关注 等到深夜 谢娜的摆字声明发出来后 网友们讨论热烈 意见越发对立 战队趋势更加明显 一派意见是战粉丝队 认为谢娜和助理都太张狂 目中无人 视频中可以清楚看到围观粉丝并不多 谢娜等人的周围有大面积空间 并非某些大货明星出行被粉丝围观水泄不通 寸步难行的程度 既然在公共场合没有造成秩序混乱 那谢娜和助理的行为就是自视过高 把自己太当回事 是明星的臭毛病 本身行为已经有不当之处 谢娜的声明又缺少诚意和谦卑 通篇冲斥 他不对我没做错 但是我是名人我不计较 以后你们要听话不能随便拍我的教育腔调 字里行间透露着明星的高高在上 在很多网友看来 助理保护明星是工作职责 助理行动过激的事不是偶然 也情有可原 越是大排大火的明星 粉丝越多越热情 这种冲突就越发多见 刘德华 周杰伦 刘浩然 杨阳 吴京的明星 都遇到过助理和安保于 与粉丝冲突的情景 其实真正激发网友恶评的 并非助理或保安不恰当的行为 而是明星处理冲突的态度 2007年刘德华演唱会中间 台下粉丝冲上前要献花 保安情急动手阻拦 刘德华在台上不断喊保安不要动粗 后来干脆从两米高的舞台跳下去保护粉丝 这一幕经典画面后来被称为 刘德华为了粉丝打保安 令无数网友赞叹刘天王的为人 真汉子吴京同样也对粉丝非常爱护体贴 2022年金刚川首映会后 许多热情影迷团团围住吴京所要签名 保安为了道路畅通推了前面几个影迷 吴京见到立即停下脚步 一边用眼神警告保安 一边反复喊话 慢一点不要推人 在场粉丝事后纷纷表示 金哥当时的样子是又霸气又暖心 让人好感动 越有自力和咖味的明星对待粉丝的态度 越平和清静 越不会摆大牌 他们都非常清楚一点 演艺明星是船 粉丝是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没有水脱绝的船 只能是废板一块 傲慢是谢娜这次引发众怒的根本原因 首先助理行为粗鲁 反映出谢娜平时对工作人员缺少约束和教育 其次在助理动手打落粉丝手机时 紧随其后的谢娜并没有第一时间有效阻止 反而教育被打粉丝不要拍 这种表现无疑是对助理错误行为的当面肯定和纵容 最重要的是事件发生后 谢娜轻飘飘的一百来字的道歉声明 通篇都在解释 或者说是推脱责任 看不出来到底是道歉还是声明 作为公众人物自持甚高 眼高于顶 踩着粉丝正红利又不把粉丝当衣食父母看待 这大概才是很多网友怒怼明星的直接原因